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的这个建议 您认为这些建议如果说 侧重于增加女性的假期时长 这是否会加剧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呢 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 为何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这几年的生育率是在下降 所以我们在频频地出政策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目前的状态来说 它不够 因为它的政策过于单一 没有形成系统化 没有进行体系化 实际上不是广大的育林女性 没有生育意愿 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体系 没有支持广大育林女性 生育意愿的帮助 首先一点就是今天提出来的 就是改善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点 如果生育在包括我们二胎生育 没有育林男性参与的话 它肯定是不可持久的 孩子是双方的产物 生儿育女它不是女性单独完成的 我建议增加这个赔产假的 那我觉得至少要在全国统一增长到三十天到四十二天 这个恰恰是一个女性坐完月子的一个时间 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如果新手妈妈在整个月子期间 她没有足够的帮助、陪伴和关怀的话 她直接影响她孕育第二胎和第三胎的意愿 第二个是目前就是我们所有出台的政策里头 最后我们会发现只有女性在独立承担这个育儿付出的代价 生育不能成为母子惩罚 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给她提供这个 生孩子会不会影响她工作 我们有没有提供这个女性育儿的更安全的 更低廉的 更加短距离的 更加方便的育儿机构 我觉得这些零零种种的事情 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去进行完成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谈为什么育龄女性没有这个育儿的意愿